我當下聽到的時候 我就說你們確定 我以為這場戲是要很認真的在講 我們之前講的你在學校 有變很搞笑 你有一點不自在 OK 對 哥哥其實在關 哥哥 哥哥哪一個哥哥 大哥 大哥大 對啊 不是每個弟弟都會不懂事 對 我弟也這樣 其實我能明白你的感覺 你長兄如父 對 長兄 長兄 你長兄如父嗎 哥哥關心弟弟 講得很不勤勉 弟弟總是比較容易出狀況 這非常 這句講完之後我差點 剛才我以前說了 你是魔術設置的老師 最後這個感覺推銷啦 OK 好 我們有魔術設 還有A魔術設 還有魔術設 覺得主推母還是魔術設 很好玩啊 因為我們上次演戲是十幾年前 十三年前 應該是二十一歲吧 就是真的感受到 像小影一樣的感覺 自己的哥哥突然來演 那樣有一個感覺 我覺得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天 特別的感覺就是 我們都在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然後在現場 希望他可以順利的趕快拍完 不然我都要一起幫他溜口 我當下是沒有想那麼多啦 變成他不是我合 他就是一個老師這樣 然後是一咖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直跟著笑 然後覺得這些真是太荒妙了 太荒妙了 我對鄭群哥就有覺得鄭群哥是一個很好人 下午的時候有煮菜的戲 我煮了一道番茄炒蛋 鄭群哥筷子的第一個夾的菜 就是番茄炒蛋 夾完就看著我說 好吃 我就覺得這個人真暖 最大的優勢就是他還蠻有錢的 所以他就找到了一群夥伴 應該人際關係也非常好 他就在這個方面他是非常靈活的 所以你知道演員好水 就是在這間就可以藉由表演 自己去體驗一下別人的生活 然後別人的人生是什麼感覺 有時候就會自己在那邊看起來 如果我是小遠 如果我是誰這樣問 我會怎麼來演出 那是一個很微妙的一種情感的呈現 然後我覺得在表現上 其實是會要有很多很細緻的 肢體動作跟臉部的表情 我光看劇本就覺得 哇這兩個主題其實不好 就有點不好 我跟盛舉哥 我是18歲的時候也跟他合作 然後他在裡面演一個變態作家 他叫我上他車 然後他就把我載到他飯店 他就說要幫我按摩 他就幫我按 然後最後按到我 對他的印象就停他在那邊 然後被想到要來演我們的老闆 所以看到他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我說哎哥 你知道我們之前那個什麼劇情 要說對我知道 所以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我就覺得幾年沒見他們 然後就覺得成長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個性上的沉穩 或是在表演上 跟我之前碰到的他們 是完全是兩個樣子的人 然後都感覺好像還有更多的咳嗽性 讓我們的戲劇可以一直這樣子發光 我就覺得非常開心 今天晚上 晚上 然後晚上 晚上 晚上